在十年前的时候呢 大概是 2013-2014年的时候啦 那个时候呢 其实也是很多人买 Pika Truck 的 不过当时 Pika Truck 的消费者呢 其实他们可能很多是在园球工作 或者是从这种建筑行业 他们买这个 Pika Truck 主要就是为了这个 载东西啦 然后 省心耐用 然后可以去一 Off Road 因为有时候那种建筑工地或者是原地 其实他们的路不是那么的美啦 所以 对于他们来讲 Pika Truck 就要符合这样子的需求 可是在十年后 突然间 Pika Truck 就转变了一个方向 现在很多朋友哦 包括我身边的朋友也是这样 他们也买 Pika Truck 而且买的人很多 但是呢 他们买这个 Pika Truck 并不是为了工作 而是为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像我这些朋友哦 他们买 Pika Truck 很多就是在周末的时候呢 他们会开去露营啦 再不然就是他们很喜欢骑脚车 就是把这个脚车放在 Pika Truck 里面 开到一个地方去骑脚车 骑完了再把脚车载回来 然后那辆车对他们来讲 平常也是一个日常代步的车子 因此呢 在十年前跟十年后哦 Pika Truck 它的这个使用范围跟使用逻辑已经是不一样了 然后呢 这些厂商其实他们也意识到 Pika Truck 在进行一个改变 他们在现在的 Pika Truck 里面 加入了很多很 fancy 的功能 或者是很实用的功能 为的就是要满足这些消费者的需求 那么目前在马来西亚市场上呢 Pika Truck 其实有很多可以选择 那么呢 每一家的 Pika Truck 厂商呢 他们吸引消费者的点都不一样 而 Isuzu 呢 它是用什么点来吸引消费者呢 今天呢 我们就来拍一拍这个 Isuzu 的 1.9 版本 因为在目前呢 确实很少人拍这个 1.9 的版本啊 而且我个人觉得呢 这一次这个 1.9 的版本呢 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版本 各位朋友们哦 应该知道啦 这个 T-Max 的少数可以在泰国市场打败 Hilux 的 Pika Truck 也不是少数啦 其实就只有它一款可以打败 Hilux 罢了 那么它为什么可以打败 Hilux 就是因为它的 Engine 因为在目前在国际市场上面啊 这种 Pika Truck 呢 它们的引擎选项有很多啦 有这个 2.0L 有 2.3L 有 2.4L 有 2.5L 有 2.8L 有 3.0L 甚至有些是 3.2L 这些 Engine 呢 排气量更大 代表着它的马力也更大 可是如果在马来西亚或是在泰国这样子的市场呢 就代表着它的路税也会越高 而这个 Isuzu T-Max 呢 它们很创新呢 就是用了这个 1.9L 的 Engine 啦 目前哦 我跟你讲 它的 Rutex 在马来西亚是最便宜的 Pika Truck 因为每年还不到 400 块 大概是 399 块 多而已 这样子 对于你平常的这一个保养 或者是你去 maintain 那个车子的费用 其实也会降低很多 然后另外一点哦 就是这个 1.9L 的 Engine 哦 它不只是它的排气量小罢了啦 它的油耗表现哦 开过 T-Max 的人哦 都会赞同的 就是它的油耗超级深 因为这个东西是经过泰国市场 还有马来西亚市场 甚至是其他市场认真的 平常来讲啦 如果是这辆车一般驾驶的话 它的油耗大概是在 7.5L per 100km 左右 虽然讲 现在这个 D 色的价格涨 哦 可是因为它省油 加上 D 色本身的特性哦 其实你开起来 你平常你的代步成本也不会高太多去 然后我曾经听过啦 就是有人用这台车 就是一个满缸 他们去做这个续航测试呢 这辆车的续航接近 2000km 当然这个是在特定条件上达成的 可是一个满缸可以做到 2000km 其实也是一个不简单的事情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 D-Max 的 Engine 呢 非常的适合 大部分就是一般代步的朋友 低油耗 跟低 Lutex 就是它 Engine 的部分最大的重点啦 当然它的变速箱也不差啦 这辆车也是配备着这个六速的自排变速箱 以前人用 Picatron 吼 它们是不会去 Care 的内装质感 或者是做到舒不舒服的 因为以前的 Picatron 基本上就是一辆罗里 它可以砍的东西 它砍到完 它是很 bare 的车来的 整个 Dashboard 就是一个薄薄的硬塑胶 然后呢 椅子就是普通的座椅 然后那个里面的发泡棉是包到一个程度 整辆车就是一个罗里的 setting 可是就像我该讲的啦 现在 Picatron 的用户它们的思维已经改变了 对于海外来讲 这个 Picatron 是一个生活方式 所以它们就会去要求 质感要好 做到要舒服 配备要多 然后这辆 D-Max 吼 是一个让我很 surprise 的地方 因为在这个之前我很没有接触过 1.9 的 D-Max 的 当他们那天 Pass 车给我的时候 我以为这辆是 3.0 来的 因为它这个整个质感完全不像低配车 因为其实 1.9 它并不是顶级版本来的 所以我印象中 这种中配车型或者低配车型 它跟顶级版本的这个质感啊 配备应该会有一个落差 但是 很惊讶的是这一点没有 整个内装 它整个 Dashboard 上面是软的塑胶来的 然后它的椅子皮革是接近 Napa Leather 的柔软度 摸起来很舒服 然后包括 Steering 上面也是一样 然后有数位化仪表 然后有这个 9 吋的触屏主机 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为了这个 驾驶者的舒适性跟便利性去做一个提升的 尤其是这个 9 吋的触屏主机 我印象中之前的车型是没有的 它有这个无线的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如果将你把这个 D-Max 1.9 当成是你 Daily Use 的测试 你就可能需要导航或者其他功能 这样子它就给到你这个便利性了 然后除此之外 它这辆车竟然还有那个 八项的这个电动作理调整 基本上除了顶配车型以外你是看不到的 但是这次 1.9 的版本竟然给到你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内装设计 你去给人家看照片 你不要跟他讲是 Pegatrop 它们会可能是那种家用 SUV 来的 因为它整体的设计 包括它的质感啊 包括它的功能性啊 真的不像是一辆 Pegatrop 我是真的是有一点点惊讶啦 如果是讲以 135,000 这样的价位的 Pegatrop 吼 应该没有人可以跟它比啦 当然如果你是讲你拿顶配的事情来比的话 它们可能会有一战之力啦 可是就是以这个价位来讲 它应该是没有对手了的 那么我们讲了多少里里外外质感啊 配备的东西部分啊 那么这个 D-Max 它有没有丧失它最于基础 应该要有的东西 就是在这个 Offload 的部分 因为可能交费者会担心 就是讲 它在这个市区驾驶的部分 它Improve 了那么多 它会不会牺牲掉越野的部分 其实这辆车没有 这辆车它的基础还是一辆 Pickup Truck 还是可以载重 还是可以越野 它的 Engine 的部分 柴油引擎 1.9 公升 最大马力 150 PS 然后缝制流率 350 Nm 配备六速的自排变速箱 这个对于一般的 Offload 来讲呢 其实问题不大 你也可以去看看呢 这个 Isuzu 呢 它每年都会 Enjoy Borneo Safari 在 Borneo Safari 里面呢 这个 Isuzu 的表现呢 都是可全可点的 然后还有一点呢 就是它的这个射水能力 这辆车的射水能力达到了 800mm 不要讲今天你可能去露营的时候 河边你要去渡过这个河 就算讲你在市区驾驶的时候 KL 淹水 它都是应付之路的 这一点不需要担心 然后 Pickup Truck Offload 这一个可能听起来很 Hardcore 是不是新手或者是不擅长 Offload 的人 都应付不了这个情况 其实也不会 那么这一次呢 TMAX 小改款呢 它加入了一个叫做 Rough Terrian 的模式 就像你切换了这个模式之后呢 这个系统你会判断你当前的路况 然后还去切换那个扭力分配的模式 然后是不是要锁死你的后轮等等等等 给你就算是一个新手的话 都可以很轻易的去完成这个 Offload 或者是脱困的动作 这个之前我们在这个 3.0 的影片做过试驾 也试过这个模式 而且这个模式不是 3.0 才有 就是全车系都会有这个功能 所以买到这辆车的话 你是不需要去担心讲 它可能已经适应了四驱驾驶 它没有脱困能力 并不会有这回事 那么在安全配备上呢 Ishuzu D-MAX 也有给你这个 Artas 例如说 PSM 还有 RCT8 当然 360 镜头和行车记录器也有哦 我相信应该会有一些朋友 有疑问这个 1.9 的 Engine 放在这样大辆的 Pick up truck 上面够不够用 很简单啊 如果不够用的话 Ishuzu 不会卖这个 Engine 卖那么久 也不会那么多的买 D-MAX 了 不过我也必须老实话告诉各位 这一次在这个小改款的 D-MAX 上面 这个 Engine 其实是有进行更新的 OK 它更新在哪里 更新在这个水箱护罩 这个水箱护罩哦 它改除了摔以外 它是为了更好的进气效率 因为你可以看到哦 这边的它的热口会更大 然后它可以进气进更多 然后带走这个 DUNKEY 还是 Engine 的热量 因为哦 你如果是有开长途驾驶 高速飞的话 你可能会 Feel 到那个车子 有时候会软对不对 那个是因为 Engine 有了热损耗 所以它的动力会下降 那么他们开出这个很大很大的进气口 其实就是为了避免这个情况发生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这一个 进气口这边 也是进气口 这个进气口它们更换了一个新的位置 然后它们也更换了它的设计 放在高的位置 就是在你 Off-Road 的时候呢 不会进水 所以不会造成引擎的损坏 然后这个位置也可以 帮助这个 Engine 进气的效率更顺畅 它从这边进气了之后 经过这个 Filter 过滤了那些灰尘之后 过滤了之后的空气 就会进去这边 跟这个油嘴喷出的柴油进行一个混合 然后进行一个点燃的动作 这边提醒各位哦 低色 Engine 是高压锁 B Engine 所以它大概是采用一个压软的 这一个动作去点火 因为这些改进哦 这辆车它在点火的时候 跟这个动力的表现呢 会更加的顺畅 而且油耗也会降低 因为它的燃烧效率高了 最后要讲的就是这个颜色 因为这个车哦 如果讲是一个生活方式的话 那么颜色的选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除了我旁边的橙色以外呢 这辆车其实总计是有五个颜色可以选择的 不过如果是我今天买D-MAX的话 我要选我一定选黑色 因为我自己觉得黑色的D-MAX 真的是很帅一下 然后这个车呢 现在官方给的varranty是5年 然后15万公里 适合者为先 也就是讲看你哪一个先到啦 不过一般上来讲呢 我觉得这个 E-SUSUSU呢 它们长久以来维持下来的良好口碑呢 是值得消费者去信任的 这一次小改款 它可能会是马来西亚市场呢 最值得选择的Big Car Truck之一 然后这辆车你给我的话 我自己最喜欢的 还是它的外观设计啦 因为真的是很领宅一下 你是不是这样觉得 OK啦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啊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哦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我们下次节目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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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